白雪同学 这次你确定能把我和瓜瓜同学交换回来 经过我缜密的研究和实验 同一时间入睡就是灵魂交换的关键 那还等什么 我们赶紧睡着换回来了 我要坐回灵瓜瓜 半小时后 我换回来了 我换回来了 我终于亲自当场办案队长了 这不科学 这谁啊 我怎么变成小苹果了 瓜瓜 你睡觉前是不是想到了小苹果 瓜哥是 突然想到了 他偷吃我冰淇淋的手 我懂了 除了要同时睡着之外 瓜瓜还得在睡前 想着要流风互换的对象 你们让这个小苹果睡着 再换一次不就行了 打不通小苹果的电话 我们直接找他去吧 瓜瓜等等我 你是谁 为什么要换我 还装傻 上次就是你把我换在这 害我在兄弟们面前丢进了脸 我是小苹果 你要换的是灵瓜瓜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你只要醒来就变成灯了 我忘了你什么乱七八糟的 今天就让你见识一下 龙奥天的另人 你瓜瓜 快来救救我 我怎么听到有人在救我 瓜瓜 小苹果在那里 什么 龙奥天居然把小苹果困起来 我要去救他 瓜瓜 你现在在小苹果的身体里 过去会被龙奥天秒杀了 对啊 那白雪 你先带保安大叔过来 我在这儿先想想办法 嗯 那瓜瓜你小心 如果能让小苹果睡着就好办了 那不是我吗 不对 那是灵瓜瓜 睡觉 快睡觉 为什么要睡觉 不管了 先听苹果瓜的吧 嗯 这是痒得晕过去啊 必须得叫人来 微观一下我的鹰鹰阵地 小苹果 等着我来救你 我这么一会儿还要 行啊 我叫了一车面包人 马上就到 是 你力气怎么突然又变这么大了 你以为 我们保安叔叔抓坏人的本领 都是白脸吗 干嘛 想打人啊 我这次苦练了逃跑技术 一定不会再被你抓了 又是你小子 我说没说过 我见你总分那一次 来得更当好 我安大叔 我没干过坏事 你认错人了 还敢狡辩 今天我必须把你捆在马上市 360度无死交战事 太好了 终于结束了 林乖乖 这到底怎么回事 怎么我突然变成你 又突然变回来了 这事说出来你也不会信的魔法 什么意思啊 嘿嘿嘿 粉丝宝宝们 你们来告诉小苹果到底发生了什么吧 谢谢大家